好来看到阮碧真君的庆典将在11月24号登场了 那么为了迎接庆典华联市公所规划系列的活动 带领民众认识大城的酿酒文化 期盼民众对大城文化有更深的认识 那么市长魏家彦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一年一度的大城庆典活动 迎接阮碧真君庆典华联市公所推出大城文化节 九九不能忘系列活动 市长魏家彦表示市公所每年都规划不同主题 透过实际手作体验 让民众对大城文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那我们可以看到九九不能忘大城文化节 那今天也是教我们做一些传统的一些老酒 那也希望经过我们赵老师 我们大城的整个团队的讲解 希望将这个技术保存下 也希望说让民众能够了解 其实酿酒是非常辛苦的 那除了要注意器皿的一些干净跟卫生 那还要挑选出好的食材 那才能酿出好酒 那在这边也跟我们所有市民 跟大家说 11月24号也是我们软病症君节 那也希望晚上大家一起来我们大城一村这边到老了 今年活动是教大家如何来酿造大城老酒 从酿造原理、技巧、保存方法、材料备制、实际操作等 让更多人来探索大城的老滋味 我觉得这种传承蛮好的 对对对 大城的话你喜欢吗 我觉得蛮有特色的 就是他们很辛苦 但是他们会运用他们在地的特色 而且是最惜福的方式 来照顾他们自己的家人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任性很令人尊敬 因为之前是完全不知道有大城这个文化村 然后后来有刚好工作关系有接触到 很特别这样 然后还有他们因为是从外岛 然后慢慢迁移到台湾来这样 对对而且不只花莲有大城 然后台湾的各地其实都有大城这样子 对对对 有因为有听他们说这段故事这样 我们是大城导致属于浙江省台州 就台州市那边有差不多五六百万 这个都是讲这种语言 其实所谓大城话是因为民国55年 44年测课已久到台湾 很比较少数 其实我们这个语言在浙江省台州市有五六百万 都是讲同样的语言 觉得蛮有意义 我觉得我们这个能够年轻的一代 能够认识一下也好 这不算多组原话 这是一个省份的一个特殊的一种 浙江就是台州那边的 我们自己都会酿酒酿 尤其是冬天还有老酒 华联市公所表示 今年的软臂真菌庆典晚会 11月24号晚上6点要登场 活动内容包括音乐饗宴 庙会团体表演 还有香喷喷的大城美食 市长魏佳燕邀请大家 来感受软臂真菌庆典的热闹氛围 这里会幻视报道